字幕提供 哈囉大家好我是看到機甲和美少女就會興奮的 鋼彈模型製作家千賀艾爾莎 機動戰機巨變台服即將要在4月21號正式推出了 事前預約也正在進行當中 如果你對這款遊戲還不了解 可以參考看看我之前出的遊戲簡介以及抽卡機制介紹 可以讓你快速的了解這是一款什麼樣的遊戲 那台服這次的事前預約獎勵一共會送出 4500的段數結晶以及一張五星的無限重置卡 也就是變相的五星自選卡 所以在開服之前就先來和大家分享 開服的五星自選推薦以及首抽的相關事宜 那首先我們先來聊一下首抽的必要性 那以結論來說的話我個人是不太推薦首抽啦 那準確點來說是除了預約送的五星自選卡之外啊 在機制上其實也並沒有實際上的首抽可以刷 因為在完成續張之後並沒有系統配套的首抽喔 雖然預約有送足夠245抽的4500段數結晶沒有錯 但是這4500其實是分成三天發放的喔 第一天540第二天900第三天3060 也就是說呢在完成續張之後 如果沒有其他的管道再送段數結晶的話 就必須要大約再刷14關喔 刷到祖先2-4左右 才抽得到開局的第一個10抽 那過程呢最快大約也要15-20分鐘喔 效率其實並不高 再來呢就是開服的普遲啊 其實並沒有什麼五星角色喔 是真的非常必要入手的 那硬要說的話呢 頂多就只有洗禮無私有比較高的入手優先度 但是呢要在普遲裡面啊 沒有PU的情況下刷首抽喔 效率也是極低 所以綜合來說呢 我並不是非常推薦刷首抽 除非呢開服當下喔 第一個PU池呢就是洗禮無私 或者呢有馬上推出阿修羅到活動的話呢 那應該也同時會有修羅的活動池 那這種情況下呢 就可以以洗禮無私跟修羅為目標 在這兩位角色的專屬池當中去刷首抽 那允許的話呢 最好是可以連四星的愛麗絲跟琉璃都一起入手 但是第一天刷起來的效率是真的很低喔 各位呢就自行斟酌喔 那如果你並不是開服首日 就要重進度 或者是說當天晚上才會開始玩的話 其實呢可以第一天多刷一點帳號 然後呢把段數結晶刷到900 那擴掉第一天的500式喔 大約只需要刷四關喔 主線到1-4左右 等到第二天領完900段數結晶呢 剛好1800湊10抽 那用這樣的方式呢 會比較不會這麼心累 甚至同理啊 屯到第三天領完3060或是刷更多的石頭 一次抽完呢 再決定要用哪一個帳號開局喔 也是可以 那就看各位的情況做決定 另外呢 如果你真的想刷首抽的話 接下來要講的五星自選部分喔 建議等決定好開局帳號呢 再來刷就可以了 台服這次的預約獎勵 五星五線重置卡 也就是變相的五星自選卡 那沒有意外的話呢 應該是會比照日服的設定喔 五星呢 只會在這九位當中喔 隨機抽選 並且呢 是固定只會出現一隻五星 所以呢 不可能會有雙金以上的情況發生 那四星的話呢 理論上應該是沒有數量上限啦 但是按照四星的機率去算的話呢 最常出現的是0-2指 雖然我自己呢 最多是刷過一金五指啦 但實際上呢 三指以上就已經很難刷了 而且呢 就算刷出很多四星啊 五星也未必是你要的 實際上呢 要硬刷出三指以上 會非常的困難 加上啊 因為這一次的尺當中呢 並沒有必要性非常高的四星 所以其實呢 也真的不用太在意四星的數量啦 大致上呢 五星有選對 在補上還算滿意的1-2指喔 我覺得呢 就可以開局了 實在是沒有必要花太多的時間 去刷到非常多的四星喔 那接下來呢 我會簡單的介紹一下 這九位五星的自選角色 但是呢 在開始之前啊 我要先跟大家直接講結論喔 因為其實這九位五星角啊 對於新手拓荒來說呢 真的沒有任何一隻喔 是絕對必要的 頂多呢 就是幽靈 銀河跟西靈喔 三選一 真的沒什麼好選的 所以如果你真的有點懶的話喔 也可以直接挑到後面的五星自選組合推薦 但是呢 如果你想要稍微先了解這九位角色的話呢 那我們就開始吧 黑蝎肥... 幹沒錯念錯 黑蝎特斐爾反擊型輸出坦克 高傷害群體LEO並且生存力強大 研發專屬武器之後呢 第一手即可開大造成可觀的群體傷害 在PVP及總力挑戰中呢 有不錯的特殊組合表現 但是因為呢 不適合穿主流的攻擊、暴擊、速度套裝 而且練度呢 及專屬武裝的需求較高喔 培養時間及成本呢 相較於其他角色要高出許多 屬於後期特殊打法選用角色 加特靈虎、米歇爾、燒傷隊專用輔助 技能以燒傷為核心運轉喔 依靠普攻不斷的加速大招迴轉 持續給予敵人燒傷以及我方增傷 是燒傷隊的強力輔助 研發專屬武裝之後呢 加強減傷及增傷能力 並且追加清除敵方BUFF的能力 在總力挑戰有不錯的發揮喔 屬於特殊隊伍選用角色 逆刃幽靈多功能泛用型輸出 普攻可以降防、2技可以解敵方狀態加技能干擾 並且擁有傷害倍率最高的大招喔 像敵方帶有強化BUFF的時候 傷害會再增加的特性 在解除敵方狀態的同時 僅依靠自身即可用大招打出高額的單體傷害 不僅傷害能力優秀還可以一技多用 但是在特定需求場合的時候 就沒有專精型的角色強 屬於泛用型角色 工程蜘蛛新敵阿克萊工程坦克 貫穿型普攻輸出 工程型態可以針對防高或血多的敵人 打出較高的傷害 特種型態則有斬殺的效果 可以先用工程型態打傷害 等敵方殘血的時候切換成特種型態 收頭拿追加回合 看似完整的攻擊套路 但實際上就是一個自幹角 雖然傷害不算太差啦 但是難以跟其他角色做技能連動 功能性差沒有什麼特別的套路可以打 那目前沒有特別強勢的場合 而且培養成本也很高 屬於後期選用角色 鬼牌騎士貝尼 解敵狀態援護型輔助輸出 全技能都可以解除敵方BUFF 在總力挑戰跟特定的場合有優秀的發揮 且援護攻擊的傷害也不錯 搭配可以追加回合行動的角色 也可以作為強力的追擊輸出手 但援護機率跟傷害非常仰賴專屬武裝 培養成本很高 雖然沒有專屬武裝也還能用 但是運氣成分會大幅提高 穩定性會變得很低 屬於後期對策選用角色 黑狐北斗 背水不死型單體輸出 可以依靠背水增傷來加強輸出 雖然受到致命傷害 可以將該傷害無效化一次 達到BUFF的效果 但是因為BUFF的冷卻時間極長 PVP又被熱門的琉璃完美克制 所以在PVP防守時極為弱勢 拓荒的話雖然也不是不能用 但是因為需要發動BUFF效果才能連動其他技能 實力比較沒有辦法發揮 但是北斗的普攻降命中大招的禁止強化 在目標殲滅以及總力挑戰 有非常優秀的功能性 另外北斗在熱熔屬性中擁有最高的基礎速度 在PVP攻擊方也可以搶開場的先手拳 屬於特定對策選用角色 白虎銀河 核彈型單體輸出 敵人身上的每一個Debuff 都會讓銀河的大招傷害再增加20% 因此隊伍如果能協助在敵方身上灌滿Debuff 銀河即可打出超高的核彈傷害 但是會非常依賴隊伍的協助以及屬性克制 隊伍組成得當的話 在目標殲滅、總力挑戰、同盟推演當中 都有可以表演一擊必殺的舞台 屬於特殊隊伍選用角色 突襲戰準奎英 增傷加速型群體輔助 有著高覆蓋率的攻擊速度上升團體Buff 雖然在初期的效益不明顯 但是在後期PVE的場合中 重要性隨著團體加速的需求增加而上升 在總力挑戰有著不錯的發揮 研發專屬武裝後 加速連帶增加防禦及免疫狀態 又增加了團隊的生存能力 而PVP環境目前主要還是以搶新手權為主流 奎英這種不能打短期決勝的加速輔助就會比較弱勢 屬於後期PVE選用輔助 二郎教官西林 群體加速型解重態補師 擁有補師中最高的單次群補量 並且有兩招解重態以及群體加速的功能 定位與四星的茉莉絲非常相似 除了群補迴轉速度以外 綜合能力都在旗幟上 也是目前昌金屬性當中唯一的高性能群補 但是由於培養的成本遠高於茉莉絲 所以比較不推薦作為初期的主力 屬於後期主力補師之一 那介紹完五星之後也順便來介紹一下 接下來推薦組合中會提到的三四星角 讓大家在選擇的時候會比較有個初步的概念 首先是四星夢斯梅莉 解敵狀態單體輸出 自帶攻擊速度上升 在解除敵方狀態的同時 可以打出吸血又擊退的普通攻擊 在目標殲滅跟總力挑戰都有不錯的表現 維爾貝納 軟機型群體追傷輸出 普光跟大招都有機率降防 也還算是個能用的破防守 軟機之後有傷害很高的群體追傷輸出 在許多場合中都是不錯的打手 戈亞多功能破甲輔助 大招一次上降防 不可恢復 燒傷三種狀態 而且覆蓋率很高 可以擔任破甲藥員 可以組燒傷隊 甚至是Debuff核彈隊的組成核心 是銀河跟維多利亞的御用輔助之一 克羅亞斯引力型擊退輔助 有引力加護盾 自保能力極強的擊退型輔助 在總力挑戰有不錯的發揮空間 但是初期拓荒就比較沒有優勢 安傑莉卡 推進擊退型多功能輔助 普攻可以解敵方狀態 敵方高血量可以降防 低血量可以大量擊退 同時推進我方角色進度條 功能非常全面的輔助 但是初期拓荒比較沒有發揮空間 千歲 頂速隱匿輸出 只要身上不要有Debuff 就能常駐加速跟暴率上升 而且跟西里烏斯同為127頂速 可以在開荒初期 PVP搶先手秒人打技能干擾 但是因為單回合爆發並沒有非常高 所以敵方如果全員練度都足夠的話 沒有較弱的角色作為突破口就難以發揮 卡西 電擊流輔助輸出 可以強制對目標上2-4個電擊狀態 歐洲人的話可以上到5個 那自己也可以引爆電擊 傷害也不算太差 但是大多數都是作為Debuff核彈流的輔助使用 五星蘇利爾的下位版Debuff插件 是銀河跟維多莉亞的選用輔助之一 三星洛克 腐蝕拓荒戰神 透過腐蝕每回合造成最大生命值5%的特性 可以在初期拓荒的時候 戰力尚未充足的情況下 偷渡難度較高的目標殲滅月等刷裝 快速提升裝備練度 但是在中後期練度提升之後會完全退場 屬於初期拓荒專用角色 康納 人馬拓荒戰神 目標殲滅的人馬專屬對策 迎後技能CD兩回合以及命中下降 降低了目標殲滅中人馬副本的傷害 極大幅降低關卡的難度 屬於初期拓荒專用角色 提米 高速群體推進輔助 只比頂數少8點的初速 在PVP作為搶先手推進全體進度條的輔助 在初期競技場極為重要 後期因為可以用的陣容增加 漸漸退為PVP選用輔助之一 但是仍有其價值在 屬於PVP選用輔助 葛雷斯AOE掃蕩輸出 大招AOE擊殺目標從製CD 雖然傷害上線普普 但是下線很高 初期拓荒推圖 或是1-3練生星材料 都是不錯的低成本打手 接下來就是本集的重點 那不管你是空降過來的 還是已經看完以上角色的介紹 總而言之 這次的五星自選卡 除了幽靈以及銀河之外 其他全部都是後期或是對策用角 那這些角色不是不強 而是你開局拿到了也不能馬上用 對於新手拓荒並沒有太大的幫助 其中幽靈功能性最多 傷害也不錯 算是蠻泛用的角色 而銀河雖然需要隊友幫忙做球 才可以打出核彈傷害 但至少不需要到後期 就可以打出套路 也還算是可以的選擇之一 或者就乾脆選西靈起來放 先把後期最強的群補拿到手 等拓荒期過了之後再回頭練 所以五星如果真的要推薦的話 也就只有幽靈、銀河、西靈三選一 某種程度上反而是要把重點 放在順便帶哪些三四星回家 所以這一part才會是組合推薦 而不是單隻角色推薦 那這邊我就先列出各稀有度的推薦名單 最後再整理出推薦的組合 給大家參考 那首先五星的推薦名單 老規矩 老婆娶回家最為優先 因為巨變當中的五星角 並沒有哪一隻是真的弱到完全不能用 最差最差 就是相對的劣勢或者說定位比較尷尬 更何況自選的九位五星當中 並沒有絕對的人權角 所以真愛是完全可以凌駕強度之上的 如果有喜歡的角色 不用考慮直接選就對了 再來如果想要玩核爆隊的話 就選銀河 那如果沒有特別的想法 或者說比較喜歡無腦AUTO的話 就推薦選泛用度較高的幽靈 或者選西靈起來放 避免以後抽不到 四星的推薦名單 以孟斯梅莉 戈亞 維爾貝納為主 其次 克羅亞斯 安傑莉卡 千歲也可以 另外 如果你選銀河想要玩核爆隊的話 推薦選擇戈亞 那如果能連帶卡西兩隻一起撈起來會更好 三星的推薦名單有 洛可 康納 提米 還有葛雷斯 那綜合上述的推薦名單 我這邊會推薦大家三種組合 第一組是直接挑選你自己喜歡的五星 搭配任意推薦名單中的四星一到兩位以上即可 第二組是如果你沒有什麼特別的想法 可以選幽靈或西靈 然後搭配名單中任意一到兩位以上的四星 第三組是如果你想要玩核爆隊 可以選銀河搭配戈亞 那如果運氣好的話又同時有抽到卡西 這三隻一起撈走是最好的 那以上三種組合 除非有確定初期要扣抽 不然三星角色都隨意即可 總之這一次的五星自選卡的推薦組合 其實重點主要是要放在順便帶哪些四星走 但是其實也不用過度在意 因為這邊也只是比較推薦的名單而已 最推薦的四星角色 艾麗絲跟琉璃 並不在自選卡的名單當中 所以如果真的沒有特別的想法 真的可以隨便挑就好 而且其實三四星 除非你初期有打算扣抽 會把抽角數量壓得非常低 不然理論上稍微多抽個幾次 三四星其實都不會太少 頂多是怕四星在初期一直歪不到想要的 那在自選的時候可以稍微挑一下 那三星就更不用強求喔 時間只要一拉長 不要說抽起啦 連滿數據鏈都是基本款 那麼以上就是這一次的開局五星自選推薦 那希望可以對大家有所幫助 之後也會推出更多機動戰機 巨變的相關攻略跟教學 那有興趣的話也都歡迎訂閱 另外每天晚上我也都會有各種遊戲實況 那巨變開服之後也會固定開台聊一聊最新的資訊 非常歡迎各位來一起交流 那如果有任何機動戰機巨變的相關問題 也都歡迎加入Discord 頻道 或是在底下留言詢問 那麼我是千鵝艾爾沙 我們下部影片見